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高科技人才她配置太低 昨天见了个演员 说感觉不太好 你瞧瞧你妹妹 就她好 你说这么多人 她一个都看不上 她以为自己是王妃呀 你说她到底想找什么人 妈 您这话说到底上了 我小妹这条件 怎么着也算是皇室标准吧 臭美吧她 妈那咱也不能随随便便 就把她给嫁出去吧 妈 你这个当哥的呀 一点都不称职 自己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可她呢 你妹都快成圣女了 妈 这 这爱情啊 就像是钥匙和锁的关系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那这钥匙在哪儿呢 钥匙在哪儿呢 我发现我进来以后 你一直没正眼看我 是不是因为我高度近视 你有点害怕 还是因为我身上的气质 有点高不可拍 是 我这个人 长得是有一点委婉 让人看起来有一种 隐隐的贵族气质 但其实我并不缺少机器 我的身体里各个部位 都赛发着浪漫 你要是结过婚该多好 你要是再有那么一个孩子 就太满美了 就太满美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奇葩 其实不是 我认为一个女人最宝贵的 并不是失去了她的珍藏 而在于她是否成熟 是否懂得生活 我认为有过婚时的女人 就具备这样的条件 一个女人结过婚 生过孩子 对于女人来说 就像是一个军人 进过黄埔军校 受过训练 只有经历和阅历 才能让一个女 更加地完美 才能理解生活 才是传说中的 完美女 因此我把前面那段 让给别人 成功了 直接拿到我之类 您摘果子吗 你不觉得我很睿智吗 旅行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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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试着俊文吧 中文 好的 好的 这是您的工作间 老丁 你干什么去这是 我有事出去一下 什么事啊 还值得打一车啊你 有事吗 你有事吗 你没事我先走了啊 急什么呀 咱俩约好了去菜市场 你逛了 逛了 下午吧 我先出去一下 对吧 我来了你走了 你这不是忽悠我吗 不会有情况吧 瞎说 你走了我去哪儿啊 钥匙给你 你先去我那儿等等吧 不是 你跟我说 你这神神秘秘的 到底干什么去啊 我有事吗 别别 你再告诉我什么事 真是烦人 我 我到市集家园去 去给小慧登个记 你 给小慧登记 人家能愿意吗 那怎么了 他要不愿意 他带个女婿回来 我就不用去了呀 我跟你说 你竟瞎操心 你是一番好意 可是 你怎么做容易了 埋怨 埋怨 埋怨什么呀 他不嫁人 我就不放心 行 要不 我陪你一块儿去 你不用了 你去干吗呀 又不是什么体力活 我一个人就行 你先回家歇会儿去 行行行行 那走吧 走吧 你给咱们小心点啊 知道了 好 我们走 你别急啊 我办好就回来了啊 嗯 我是护士 我来看看 咱们是不是要帮帮忙啊 这不啥也行 小心点 这不错啊 这闹真还行啊 那行不行 这不是你这样说 人家是故事吗 这不是 快 需要送医院 大家来帮帮忙 来辆车 阿姨 我去 好 要快 老先生 老先生 你要坚持住啊 马上送你到医院 好 车来了 拿拿手 当心啊 小心 小心点 平躺 让他平躺 注意啊 让一下 让一下 扑住 扑住啊 好 先上去 接住啊 接住再放 好 扑住 扑住啊 好 放平 让他躺平 好 谢谢啊 你别扑平 好了 走吧 加油 加油 阿姨 我先走了 着急赶紧接开了 哦 谢谢你了啊 没事 哎呀 女人就是任性 哼 给小慧真会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哎呀 女人就是任性 先斩后送 还不如摇一摇呢 阿姨 哎 您赶紧去脚片 知道了 主任您看 病人昏迷了 他呼吸微弱 耐驳也很慢 我怀疑啊 是由于惊恐导致了心口 伤到骨头了没有 看情况骨头倒是没什么 主要是擦伤 关键是颅内有可能出血 马上用药 通知家属 哦 有个手机 来 我看看 请问谁是目击者啊 哦 是我 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好 需要马上通知家属 看看这儿有个手机 能不能找到他家人 您来了 姑娘 还是老规矩吗 对对对 请您这边坐吧 你管了那个蛋煲面 再多加一个鸡蛋 十块 您就等会儿等会儿 不是八块吗 涨价了 一碗面你们也涨价 要不然你给我来办办他 我们这儿不卖半碗 你一碗太多我吃不了啊 吃不了可以打包啊 再说我一服务员 您就别为难我了 这么贵的面 我得享受贵宾的待遇 我上包间吃去 您几位啊 一位啊 一位您还要进包间啊 要这么说我还不吃 别别别别别 我给您安排 您跟我来这边请 上面吗 师傅 叫老板 老板 您稍等 我给您上面去 我爸在哪呢 阿姨 他们俩就是病人家属 你把情况和他们两个说说吧 好好好 你好你好 你们终于来了太好了 你爸在里边呢 哦 你们贵姓啊 哦 我们姓鲁 我叫鲁君 他叫鲁丽 那个阿姨啊 我请问一下 我爸是怎么了撞成这样 哎呀 当时我也没看清楚 我正过马路呢 我就听到咚的一声 我回头一看 你爸就躺在地上了 撞他的那个人 匆匆忙忙的就跑了 您看见是什么车撞的了吗 摩托车 摩托车呀 你车牌看清楚了吗 哎呀 我当时光注意你爸被撞的情况 我没去注意别的 什么号啊什么的 我就没往那儿想 我看他躺在那儿门人馆 我就在路人的帮助下 把他弄到这儿抢救来了 哦 这不就跟没说一样吗 好了 既然你们来了 这下我也就放心了 那我先走了 这是你爸的包啊 哎 别别别别 我爸正抢救呢 您上哪儿去啊 回头醒了 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你去找肇事者呀 我 我能怎么办啊 我看你就像肇事者 你说什么 你 你这不是冤枉我吗 你的意思是 我是撞你父亲的那个人 你看 承认了不是 哥 今天不能让他走啊 不是 你 你这孩子说话 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 你就别在这儿废话了 行了 我 阿姨啊 您别激动 别激动啊 你 我爸现在还在昏迷着 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就是想留您个手机号 要有什么情况 好跟您联系 行 我说 你记吧 您 您说 187 把手机拿出来 拨一下 不拨一下怎么知道真假呀 拨一下 我说 你真是的 你说你的好 156 1108359 我 我 我 小心带我来 手机也得留下 万一醒了之后 这医药会怎么办 把手机还给我 你怎么能拿我手机 你还给我 行了行了你行了 你这样太过分了 你打个手机 你这儿太过分了 您看 那个阿姨您别误会啊 咱这号不都留了吗 有时我会及时通知的 回头手机号一扔 你 你上哪儿找人去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说话呀你 你这样真是 太不近人情了 我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爸如果真的是我撞的 我一定负责到底 我一定不会逃避 你留一个我家电话 那您去说 六九八八 六 四五零零 四五 好了 有什么事 你们通知我 你别走啊 你想溜啊 这人还没醒呢 这一会儿紧了 救援费谁叫啊 你这是干什么 人还没醒呢 你不留点钱啊 你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都像你这样 以后谁还敢救人呢 你们真的是太不善良了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去找到这个肇事者 我就三百 全都给你 都给你 三百给我干吗的呀 走走走走 我跟你回答拿去 行了行了行了 你太过分了啊 阿姨啊 你别误会啊 那个有什么事 咱电话联系吧 您先走吧 先走 来 刚才呢 朱吉党呢 和瑞尼先生签署了一份工作合同 我相信 有瑞尼先生的参与 咱们市的规划建设 将会融入一个新的绿色环保的新科技时代 是 朱吉党 希望你们合作愉快啊 好 我们感谢外势局对咱们规划区工作的支持啊 好 张教授 你看这不是首要的任务啊 是不是得给瑞尼先生配备一名专业的翻译啊 瑞尼 你说呢 嗯 先生 有你的翻译者吗 不 那咱们就请瑞尼先生 正式地和大家聊两句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查尔斯·瑞尼 嗯 我的证文说得不太好 嗯 很不舒服 是不是 只不可以 所以 有的时候 我只会 确定多聊 嗯 但是 这个小风情在 应该就 没有问题 我非常高兴 我有这个机会 来到中国工作 嗯 来到中国 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相信 这两年 回哥们非常愉快 谢谢 谢谢 请瑞尼先生正式地参观我们规划局 呃 先不用签我 我想回到我的 呃 呃 好 就到这儿吧 好 糟了 重aya 他 给我 柏青 这个人 这是小慧的事 弄的 怎么样了 我登记了 有合适的 人家会通知我的 这事你早晚都得落满园 他妈说啊 你要没别的事 我就挂电话了啊 我有点累 行行行 你先歇着 这是肿吧了 怎么这么多钱呢 喂 喂 是丁女士吗 我是老鲁的闺女 你爸好 好点了没 现在还在医院昏迷着呢 这钱呀 哗哗地往外花 你赶紧过来一趟 孩子 你 你别这样啊 你爸他不是我撞的 他不是你撞的是谁撞的呀 反正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见到你一人 你赶紧过来啊 你再不过来 我去你们家找你了啊 你总得讲点道理吧 讲什么道理 现在救人要紧 一天一万多块钱 ICU抢救着呢 你知道吗你 你赶紧来啊 你要不来 我再去你们家了啊 这是倒霉套的 我这是 这碰到什么人了 赵诗祥 赵诗祥 赵诗盒吧 赵诗盒吧 赵诗盒 赵诗盒 发展经济结构调整 科技技术 扩大内需 对外开放 保持手渡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积极推进城市经济的管理 提高手渡 喂喂 唐马叔 你干啥呢 喂 是啊 我这新鲜沐浴呢 那你过了一趟呗 怎么了 有事啊 我 我摊上事了 有情况不好 出事了 来了来了 那个 他马叔啊 外交场合 你怎么让二郎山 跑出来了 不是 你跟我说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马叔是这样的 三天以前我上街 看到一辆摩托车 把一老头撞了 幸好有人帮我 把他救起来 结果他女儿讹上我了 说我撞了他 要我拿钱 这太不像话了 我解释不通啊 这 咱马上去医院 好啊 马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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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来一下 你这样出门 不是出洋相吗 我 我去拿 适合的衣服给你穿啊 你把脸擦干净 好好好 这点金翅色都看出来了 怎么巧 看来是要上我这条贼船了 看来是要上我这条贼船了 吗 麻烦让一下 石小姐 石小姐 在你眼里 我还不如一个隔离蹲吗 您能不能不说方言 在你眼里 我还不如一个隔离蹲吗 是我 是你啊 天哪 你终于认出我来了 我们两个今天反反复复 偶遇了数十次 竟然都没发现我的存在 您戴着墨镜没认出来 我是为了给你 增加一个印象分 没想到 我们之前的偶遇 可能是因为我摔倒了 你没发现我 那个土工鼠是你的 不听看来的 我还能更可爱 嗯 喜欢吗 盛小姐 你怎么退那么往后 你知道吗 可爱这个词 除了你以外 只有我妈这么说过 你今天的皮肤好干吧 没有水分 暗沉 没有光泽 你作为一棵树 在这跟我交流半天 你好意思吗 还看我沿土拨树 骗不支持 我不想再看见你 他还恨不得 什么都看不见最好的 是这儿 那么多久 阿姨啊 你爸怎么样了 我爸他还一直在昏迷着呢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了 我爸这个是由于惊吓 还有外伤引起的心梗 情况严重不严重 您说严重不严重啊 心梗 心梗您懂吗 你们安静一点 对不起啊 那个咱们出去说吧 好吧 来 这边 钱带来了吗 没带钱玩什么公口道啊 你这不是讹人吗 谁能证明我爸不是你撞的呀 那 那撞你爸的人是骑摩托车的 你看 我像是那会骑摩托车的人吗 你们应该报警才对嘛 阿姨啊 我们已经报过警了 可是那个路口它没有监控 交警队那儿也没什么线索 那没线索也不能 赖在我身上啊 确实不是我撞的呀 不是你是谁啊 就你一个人是目击者 就你一人看见把他送过来了 我说你们干吗呀这是 明抢啊 不是年轻人你们不能这样 知道吗 他救了你爸爸的命 你应该感激他 现在不但不感谢还讹人家 你要干吗呀你 你在现场吗 我不在现场 那你说什么呀 那你也不在现场啊 你 是 我们确实不在现场 可是这位阿姨在啊 那垫线杆子还在呢 你们怎么不去找垫线杆子去啊 你是他老公 你还说对喽 所以你当然向着他说话了 老公就得向着老婆 废什么话呀 别在这儿担忽忽忽了啊 走走走 你别走 别走 别走啊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别走啊 你是他老公正好 我跟你爸一样一碰就倒 我走了 你可赔不起 你也撒手 我爸现在还昏迷着 找到真正的肇事者之前 你们先给个说法 你爱跟谁有说法 你跟谁有说法 你跟我俩说不着 行 这事总会有结果的 我们随时联系你 联系什么呀 联系 老丁 咱酒吧打酱油去 你不能走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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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祸心泥吧啊 回头咱爸死了 你一个人负责 来 大马叔 你进来坐 我就不进去了 那个 你也早点休息 这一天也够累的了 这事呢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事情已经发生了是吧 到时候咱们一块面对 真是 要是那天不去多好 这好人还当错了 还让人赖上了你说 行了 没事 早点歇着吧 我就回去了啊 要不让晓和帮忙处理 对了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还真 别急着跟孩子们说 等咱们实在是处理不了的 再跟他们说 人家都挺忙的 是 我就 那我先走了啊 早点歇着 谢谢他 马叔啊 没事 没事 别管你 再见啊 慢走 喂 丁阿姨 小齐啊 你说 是这样的 昨天呢 我们这儿登录了一个新会员 条件还不错 是个外国人 您看 您女儿有没有工夫见一下 诗如她还没下班 下班后我跟她说 行 那我就等您的信 小齐 谢谢你啊 好 再见 好 再见 妈 你说 现在这男人也太不靠谱了吧 不是岁数太大 就少了婚了 你说我好不容易碰到几个年轻了吧 这性格特点也太夸张了 妈 你说我是不是变成非洲难民了 妈 跟你说话呢 你刚才说什么 妈 怎么了 你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整天黄黄乎乎的 我没有 我这是思考问题呢 吃饭吧 快吃 你拿这破水果什么意思啊 他现在这样能吃水果吗 你这人真是说话耶人 我这不是一点心意吗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钱 不是心意好吗 那好吧 没什么说的了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别走啊 你统统拿走啊 把这破碗拿走 干吗呢 打发要饭的呢 你壮了人不赔钱 猫哭号的假慈悲啊 你这人怎么怎么说话呢你 我怎么说话的呀 你 你爱吃吃不吃啥走 你回来 你拿走啊 扔垃圾你得自己去扔了去 你拿走 拿走 拿走 你出去啊 你出去啊 没事 我这么觉得 你刚才认识啊 谢谢啊 还在这儿呢 这破碗玩意还不敢拿走 还有什么话还要说 没有变我们发货 你谁啊 杨保镖 不 我这儿 这会儿还有杨保镖了 我这儿是雷尼 我是 你是他朋友吧 他撞人欠我们钱 你知道吗 你替他赔啊 他想赖账 你知道吗 老外 你别走啊 太阳 太阳你的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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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趁热 我把那儿放了 我带你了 你去谁啊 你去谁啊 谢谢啊 谢谢 郑佐世 快来 手吃饭 妈 我回来了 快 吃饭 吃饭 洗手 就是记不住饭前洗手 有你生病的时候 有吗 手稳了 没事 不小心划伤了 快吃吧 以后你小心点 我手上不能碰水 一会儿我洗碗啊 快吃吧 凉拌 糖拌的 好吃 妈跟你说啊 世纪家园的琪琪打电话来 说有个老外 看了你的资料 挺感兴趣的 问你有没有这意思 多大了 哪个国家的 你看你说的外国人 眼睛都放绿光 好像是澳大利亚的 是一位工程师 条件倒不错 就是年龄大了点 这老外还挺奇怪的啊 说 非中国人不娶 设外婚姻啊 我觉得可以捡 妈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捡 你问我意见啊 我觉得不合适 你想 我们家挺普通个家庭 再说了 再说了 你的英语也不是 呱啦呱啦那么溜 是吧 你说 来个外国人 交流起来 这得多难啊 妈 你看你out了吧 没准备我找一外国男朋友 我这英语水平 蹭蹭蹭我就上去了 再说了妈 你想象一下啊 将来你带着两个金发碧眼的 外孙子外孙女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带出去多拉疯啊 拉什么拉 你拉倒吧 我出去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我的孙子孙女 眼睛长得像波斯猫一样 嘚瑟 你还是让我省心点吧 妈 我好多同学都找外国男朋友 真的 现在的女孩子真是不一样了 早太放了 我找不到这感觉 你说我家里来个 黄毛的女婿 对了 你没看见他们这手臂上面 还有那个黄毛啊 阳光一照 闪闪爆金光 这风一吹 哗哗 跟羊毛地毯似的 那受不了啊 地不地毯先不说 妈我找男朋友 我说了算 我就喜欢那个羊绒地毯 妈 什么年代了 您就应该与时俱进啊 你想一想现在啊 外国那大米都转基金了 我要是交易外国男朋友 你以后不就是乔卷了吗 妈 你帮我问问琪琪 到底什么时候能跟她见面啊 哎呀 我实话告诉你 直到你会感兴趣 我才不跟你说呢 那你总不能放哪鸳鸯吧 把什么时候去见面啊 后天下午 成心哪儿 怎么了 我后天我出差啊 哎呦那正好 看来没缘分啊 正好 哎呦别别别 妈妈妈 改时间就能见啊 那时间是随便就可以改的嘛 人家老外也是要上班的 你实在想见 你 你出差回来再见 啊 不行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看你个姬后后的样子 坚持一点 妈 我结婚的事你不急啊 急 可这个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妈我现在有种预感 没准这个人 就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人 往大了说 能改变我们全家人的命运啊 你脑子看来网塌了 不见了 听话 不 我要篮子帮我见 不行 我们家篮子不行 这要是看上了 再给我撬呢 妈我就亏大了 不见了 以后再说 我 干吗 要不 你帮我借 你脑子里养鱼呢 我帮你借 我不去 你就帮我借一次 回来有奖励 有奖励也不去 我跟人家说什么呀 那还不好说 问问人家背景资料 基本条件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人 你的胃口怎么这么火辣呀 重口味辣 吃饭 反正妈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你先帮我审查审查 回来时候我再亲自复查 再说吧 好 雲妮先生 您别着急啊 还有五分钟呢 我不着急 我只是有点儿紧张 不用紧张 这女孩子呀漂亮得很 优秀着呢 行 你先坐一会儿啊 阿姨 对啊 那个老外就是寡人 对 那真是太巧了 真的她 跟神话故事一样 第三次 真美 那个金框子是一个剪纸 我拿走了还在我家 你要不要我还给你 没关系 不用了 你喜欢你就留着吧 这剪纸是我自己剪的 那天真是不好意思 我匆匆忙忙走了 你是你自己剪的 对 好 剪得特别好 谢谢你 瑞妮先生 这样啊 我女儿的情况 这儿的工作人员 应该跟你打击介绍过了 我 是 冒昧地问一下 你剪纸剪得那么好 你是不是 一个医生工作 不是 我是做护士的 是护士 那你的老公做什么 我老公很多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我对不起 提掉你的伤心事 我女儿呢 她现在的情况是 不 我再问一下 你是还工作 一时已经退休了 我刚刚退休 现在就不忙了 退休在家里 也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 我自己剪纸啊 做做衣服啊 还有给孩子们烧烧饭 也挺好的 瑞妮先生 我想问问 您在中国是 短期工作 还是长期工作呀 政府请我过来 做环保工程师 我有一个两年的合同 两年的合同 那两年完了 要回澳大利亚 那个很远 好 那这样 反正我们今天 已经见面了 瑞妮先生 我会把你的 见到你的一些感觉 我会跟我女儿说 然后再约时间 就是 就是不用了 因为 因为 我感性觉得 是 你 对 对 对